今天是聖誕節, 怎麼出去吃的? 有吃外賣嗎? 我這個叫聖誕細算 今天外面的餐廳跟花店的花一樣 價錢就起碼了 正一吃外賣, 我想省一省幾年後 就應該儲夠錢, 買一套房子一起住 誰跟你一起住? 我要問你誰? 你這個偷笑, 有點恨價給我們感覆 恨你的頭, 吃東西吧 麻煩你 是 我還在這裡 想跟女生表白, 應該是甚麼 表白不說 我推薦這一集 這一集中, 白色這棵就叫做滿天星 就代表我愛你 藍色這棵就是代表著我願意一直照顧你 我相信這兩棵合在一起 對方應該也挺笨的 那就去這一集了 好, 多謝你520元, 祝你成功 再見 怎麼了? 外生嗎 沒有, 我在想 別人的男朋友那麼浪漫 自己的男朋友明明會開花店 也從來不送花給我 那又不是從來沒有的 好像也有一次 就是表白那次嗎? 每一次 而且很久沒有送 送花這些不是說節日 是說時機 不理會你 吃飯吧 我幫你 喂, 你好嗎 吃飯吧 我幫你 吃飯吧 吃牛雞 這麼大塊, 怎麼吃 這麼大塊, 牛水較多 這個剛剛好 OK 我認得你 上次站的滿天星成功嗎 不成功,又怎會再來找你買花 那就好了 今年是我們第一年情人節 你應該送甚麼花好呢 第一年情人節來說 我會推薦這堆粉紅玫瑰 粉紅玫瑰代表永恆 和他一心一意 如果你第一年情人節 就送這堆粉紅玫瑰的話 我想都沒有輸 那就把粉紅玫瑰吧 多謝680元 多謝你 再見 再見 做完事了嗎 完成了 話說回來 你真的記得這裡所有花的花語嗎 拜託你記得,我是專業的 會否這麼厲害 讓我考慮你 一件鍾情應該送甚麼花 一枝玫瑰 我愛你呢 三枝玫瑰 那不愛呢 不愛的話 就是白色的葷金香 葷金香? 你給我表白的時候 你送葷金香給我的 先搞清楚 那時候我送紅色的葷金香給你 是象徵著愛的告白和宣言的意思 是嗎 那… 那求婚應該送甚麼花 求婚 你真的挺恨的 李醫神,老爺 說笑而已 不要笑 不要笑 來吧,我們吃東西 先生,聖誕快樂 又來買花給女朋友嗎 你進去等一等吧 我叫Kyle出來 Kyle 請你幫我 幫你弄 怎樣?這次過來選甚麼花 選一束 先選一束 真的不用 馬上 怎麼了?跟她聊完之後這樣嗎? 她…女朋友剛剛去世 這麼突然? 對了,人真是…很放學 答案是…你女人怎樣? 我怕你餓了,早點買過來幫你吃 那麼,為何你撿出這麼多花嗎? Jillian,這裡有108枝花 是樓頭送貨,還是客人自己拿? 你記得你曾經問過,求婚是有多少枝花嗎? 這裡有100枝花 雖然今天不是甚麼聖誕節、情人節 但一年之後,你今天就會讓我們去見面 我答應你 以後我會為你安排多點紀念 為你製作多點經歷 我會為你安排多點 我會為你安排多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